Average 我们看第一个母音 A 我们发成 A 的音 V E R 念成 V R A G E 的 A 我们发成短母音的 E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 Average Average 它可以当作形容词中文翻成平均的 我们看例句 The average age of women giving birth to their first baby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好 这边有个 Average 一般的年龄 平均年龄 谁的平均年龄呢 of women 就是女性的平均年龄 giving birth to 这位这边片语蛮不错的 这片语同学不妨可以顺便把它记一下 叫做 Give birth to 后面是指生生什么呢 当然是生小孩的意思 叫做 Give birth to 它这边为什么用动名词呢 因为它这个 Giving 其实是前面省略掉的 Who Give的意思 好 所以呢 那些呢 平均生小孩 他们第一胎生婴儿 第一胎婴儿的女性的平均年龄呢 Various 各位这个 varies 就是变化不同的意思 怎么样的不同法呢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会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不同 而有所变化 有所差异 第二个例句 Average 这个字呢 本身也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可以当作可数 也可以当作不可数 中文就翻成平均数或者是平均标准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 average of 10 and 4 is 7 Average 指的是平均对不对 10加4就是等于14 那14的平均呢就是7了 所以这边的 Average 指的就是平均数 On average people work 8 hours a day 5 days a week On average 这是一个很棒的片语呢 同学呢也可以把它记记 它的意思就是平均来说 一般而言 People work 8 hours a day 一天呢工作 8个小时 5 days a week 一个礼拜呢 5天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Average 形容词平均的 当作名词平均数 平均标准